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0日星期六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香港終於出現了第一宗 打完復必泰疫苗之後拉柴的個案 事主是一名66歲的伯伯 第二宗消息 根據彭博社的報道所說 有金融業界的人士 不滿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政策 有部分金融機構 還在考慮可能會撤出香港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打完復必泰疫苗之後 事主是一名66歲的伯伯 在星期二位於上水龍心路的疫苗接種中心 打了復必泰疫苗之後 在逗留期間 觀察的時候並沒有任何不惜記錄 衛生署說已經接獲情報 即時聯絡醫管局 就著這宗事件獲取更多資料 以進行調查和評估 並且會按照既定的機制 將個案交由專家委員會 進行因果關係評估 適當時發佈評估結果 之前有七宗打完科興之後 拉柴的個案 專家委員會 已經作出了一個研判 就說這七宗完全跟打科興疫苗 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至於這宗又怎樣呢 我估計 大概他們的結論 跟之前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政府專家顧問 許樹昌教授怎樣去說這宗個案 他說 病人本身有多項的心血管問題 屬於高風險的因素 不排除 是因為急性的心肌梗塞 導致自然死亡 他目前掌握的資料有限 需要等待解否報告了解死因 許樹昌教授的答案 永遠都不會令市民失望 他當然會說那些事主 本身就已經有多少身體無病了 就算他之前評論的七宗科興拉柴個案 其實也是這樣說的 現在復必泰他也是這樣說的 所以他真的叫做一時同仁 那些答案 就無分彼此 總之現在七比一也好 總之說來說去 到最後的結論都當然會說 你打完疫苗之後 跟拉柴 就沒有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我相信到最後都是這樣說的 總之那些人有差就自己拿來差 你如果是拉柴的話 只是代表你自己本身差不多夠中報道而已 我相信那些專家 到最後都是得出這個結論的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彭博社的那篇報道 彭博社引述了一名國際投行的高層指出 如果香港是長期維持著現時的隔離檢疫政策 那他所屬的那家金融機構 就不得不考慮將部分的交易員 轉移到其他的金融中心工作 這一名國際投行高層還說 他那家的金融機構就擔心 一旦他們的員工或者家屬 被列作為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就算檢測是呈陰性結果 都要被迫入住檢疫中心兩個星期的時間 但是他們就認為 這個指定檢疫的地方 房內的設施又不足 WiFi的連接又很差 交易員隨時就會跟團隊突然中斷聯絡 實請他講這些 香港人在之前的年紀已經是領教過了 就算之前在什麼進陽村也好 現在轉移到其他地方也好 一直以來的檢疫設施都是有這麼頑皮的 現在的天氣算是好了 前陣子冷的時候更加可憐 實情這些事情就不是什麼新鮮事 只不過近來有一個爆發 就是在西營盤某一家的健身中心出現了 由於那家健身中心 有很多金融業界的人士走去玩 就連匯豐總行也受到波及關閉 現在這些高等人士 最後就要領教進入檢疫中心的滋味 我看到在Twitter上不少人有拍片出來的 又拍廁所的環境有多頑皮 總之就滲到樹葉都落 說到自己就慘過梁天萊那樣 其實香港人都已經玩了一年了 只不過現在輪到他們去感受一下的時候 他們就走出來發聲了 一直都是這樣 針不刺到肉就不知痛 另外 有一家國際金融企業的管理層也擔心 隨著疫苗的加快推出 其他城市都陸續開始放寬封關限制 如果特區政府繼續現行防疫檢疫政策的話 就會不利於他們去挽留和吸引海外的人才 實際這個擔心也是多餘的 因為就算你解封以後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還是不像以前那樣 現在連評分也沒有了 那你還能不能夠像以往那樣吸引到大批海外人才來香港呢 這件事本身已經是成疑問了 只不過就算現在你說那些金融機構 他們部分在考慮要撤走 到底是因為這個檢疫政策出現了問題 定益或是借路有些機構想走呢 我也是打了一個問號 彭博社那篇報道還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說有本地的金融業界在草擬一份信件 呼籲特區政府要參考國際上最好的防疫抗疫措施 要就疫情提出明確的路線圖 實際你們搞這些其實都是沒用的 一來特區政府的政策 就算不是說防疫抗疫 說其他的民生政策 他一樣都是那麼僵化的 第二 你現在去寫一封信 去向政府施壓 以林鄭的性格他一定是不理睬你的 你叫他做他反而更加不會做 看他的往績就是這樣 所以我早就已經說過了 現在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之前有些藍絲怎樣笑人家說 爆發到變成佛系抗疫 諸如此類 問題就是 人家現在搞得碰到這個疫情 一定會比香港快 因為人家打疫苗比你快 而且很多國家都已經開始推出疫苗護照 第一個實施這個政策的就是冰島 冰島會承認哪些疫苗 就是世衛承認哪些疫苗 他就承認哪些疫苗 所以復必泰 冰島就會承認 反而科興由於未得到世衛的認可 所以就算打完科興那些人 也不能夠入境去冰島旅遊 不過這個就是說 這樣說而已 下實請就算冰島開了 香港人也不會有人去旅遊 因為你回來香港的時候 你無厘頭又要隔21天 你的旅遊成本是不是很高 你搞到最後其實香港就會落口於形勢 因為人家打完疫苗之後 很快就是要重啟的經濟 重啟的邊境 重啟的旅遊業 人家等了很久 已經在外國開始在討論 夏天要去哪一處度假 去哪一處旅遊 可以說香港遙遙無期 之前特區政府還說 跟新加坡在討論旅遊氣泡 氣泡還沒啟動 就已經爆破了 到現在還沒重啟 更加不要說究竟他什麼時候會撤銷 這個21天的強檢措施 實際上我認為這些措施 全部都是多什麼魚的 大哥你現在防那隻叫做武肺 不是防伊波拉 你要不要防21天那麼多 好了 當這隻武肺疫情結束之後 你又可以防其他東西 流感病毒一樣死得人 上腦會腦炎 會死人的一樣是會 那到底你到時是不是又要強檢呢 是不是沒完沒了呢 一輩子都不用完 這些措施實情應該要收皮 老實說 當初市民為什麼會這麼恐懼呢 就是因為怕這件事跟沙士差不多 問題就是經歷了一年之後 大家都發現 喂 根本上就不能夠是相提並論 是時候要完的 這些措施 外國都開始慢慢鬆綁了 別人去到夏天的時候就會聘經濟 就會出現報復式的消費 你香港等到什麼時候呢 是不是 有很多業界是受到影響的 到現在還是看不到那個曙光 陰公 好了 接著我們就再看看 港大的高本恩教授接受蘋果訪問的時候 就說到 說科興疫苗本身的有效率 只有大約五成 面對變種病毒的時候呢 疫苗有效率就會再降低 可能就只有三成至四成的有效率 如果有變種病毒入侵社區的時候呢 情況就會更加差 他就鼓勵市民要接種 復必泰疫苗 我就有個疑問了 特區政府早兩天發了一份新聞稿 就指責有些醫護人員 以醫護組織的專業名義 去唱衰這個科興疫苗 現在這個高本恩教授就直接說 科興的有效率低 那要不需要發一份新聞稿去駁斥一下他呢 我真的有個疑問在那裡 特區政府是不見有的 是不是因為這個高本恩教授是西人 所以有特權呢 我真的不理解了 他所說的就是差不多 你不要批評他所說的是個人的政治利益凌駕公共衛生 我真的期待 到底特區政府會怎樣回應這位高本恩教授所說的話 還是還是看不到算數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